2014年 帥哥美女好辣 对于医院里开刀房的情况 通常只能从电视剧 才能一亏一二 今天好辣医师团就要来大揭秘 开刀房里面的惊悚瞬间哦 今天也邀请到三位蚁人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其實我們印象當中 手術房跟演習當中 好像亂中有序 例如開刀房 有七八位醫師跟護士 都為了主刀的醫師 觀摩主刀醫師神奇的刀法 但其實在手術房中 也充滿了很多 難以想像的 驚悚畫面 到底有哪些畫面 我們先來看一下 超驚悚這些治療 竟然讓您醒著做 我第一胎是半麻的狀態 但就是真的有點像那種 絕命終結戰的那一種感覺 好可怕 真的會有點可怕 因為你人生第一次 這麼大的一個刀 然後醫生就 到底醫生的聲音 都是非常的溫柔 我們說來小柔 放輕鬆 他說現在沒關係你看不到 然後我們會有一塊布 我說這才恐怖啊 他說沒關係你深呼吸 但是你可以感覺到 他們好像已經很習慣 那你全麻怎麼深 全麻是因為真的就是 又難產啦 對啊 那直接就開 就直接開掉了 喔 那就全麻 我懂你的意思 那是全麻 那不然的話應該是半麻 你胎要用力嘛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我第一胎是 也是生不出來 但是在剖腹的同時 是半麻的狀態 所以我可以感覺到 身體是被晃 被晃 對對對就是 可能要生你小孩的時候 可能要把小孩請出來的時候 請出來 請出來 是打出來 不是請出來 小二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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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可伴麻的 我是順產 所以是打無痛而已 蛤 很好算 無痛 無痛就是打脊椎 就是剛開始就是先打脊椎 那它不會痛 這樣一模外 其實不 那個只是會 這不會痛咧 那真的到下面不會痛 不會痛 你們剛剛講的那個 硬腦膜外麻醉 跟脊椎麻醉 都是屬於半生的一種 那全身麻醉 我們這一代 就碰到比較多了 在全民健保實施之前 那時候你敢全麻 表示你開刀開很快 因為開 如果你開得慢 你開了十分鐘 小一再出來 出來不會哭了 它已經被麻倒了 那半麻的話 就無所謂 半麻你慢慢開也沒關係 那當時 我們很多的全麻 是因為醫生跳台 一口氣開兩三間房間 對 他要轉台 他開完 重點開完以後 交給助手 就比較方便 那後來全民健保以後 他的給付 半麻價錢比全麻低 低很多 然後那個 尤其總額預算以後 大家更不會那個 而且歐美他們也會鼓勵說 應該要半麻 讓這個 媽媽跟小孩子可以 有感覺到 而且規定 後來規定那個母嬰親 都要抱在身上 給你身體接觸 那你全麻的話 接觸你也不知道啊 你在呼呼呼睡覺 所以以前全麻的時代 我們開刀 動作也很快 那現在半麻 全部的生產都半麻 其實 不是有關用力不用力 你破物產都不必用力啊 是他們把你生產 跟你用力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其實 危急的狀況 目前還是全麻 危急的時候還是全麻 像這個案例是全麻的 那但是 來不及馬我們就開了 來不及馬 就發現這個急在脫水了 就立刻手去頂住他 可是側心跳 發現還是只有五六十下 想說完了 快點送開刀網去 緊急開刀 結果開刀前我們都 慣例還是再聽一次 哇沒有心跳 聽不到 所以為什麼這樣 因為最後要開之前 手一定會放掉 放掉準備要下手 因為要消毒 其實隨便消毒一下而已 坦白講 因為時間不夠嘛 那麻醉醫師也是 緊急就說好趕快插管準備 可是我們不能等他插管插好 他可能要花幾十秒或者一分鐘 我們也不能等啊 這邊就麻醉小姐 護理師很厲害 立刻給我們說 有辦局部麻藥給你 立刻皮膚就打了 打了也沒有等你知道嗎 拿起來就畫 直接醒著 好可怕喔 所以他一面叫痛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是 本來想說 因為他一陣一陣還在慘痛 還有慘痛 他一陣一陣在痛 你以為是慘痛 可是沒有 不管有沒有以為都是要畫 因為小孩子就要救看看 那所以就是一面畫到 一面他在愛而叫 可是麻醉醫師已經把它蓋上那個 蓋上那個氧氣面罩 已經放上去了 他也是蠻慘 後來他也是說 真的謝謝大家 因為我們知道你們為難 我說對啊 我們都沒辦法等啊 麻藥打一下 其實立刻就開下去了 這個讓我回想起來 其實我們以前自然慘的時候 常常有助手說 這個要打麻藥了 跟那病人說 一打麻藥那針也有點痛嘛 就會陰了 我說其實你不用這樣 你在他肚子痛的時候 你打看看 他都不會痛 你就知道生產的痛是到底多痛 打針不會痛 我問過很多他們都說 不知道你幫我打針 我說你就在那說說的時候打 那個會員布都不會痛 因為不知道痛 慘痛太痛了 那畫那一刀呢 如果是能夠等到他慘痛的時候 畫應該就差不多 比較沒有感覺 他說我們不能等啊 就只能畫 出來 小兒科很厲害 新生兒科幫我們立刻救 最後救起來了 真的以前是這樣子 我都懷疑 鄭教授那個case是我後來有看到 最近在看更年期 更年期他就開始 更年期常會講他一生的故事給我們聽 他說 廬師你知道嗎 我已經說過你的麻醉 我說怎麼可能沒麻醉 他說很緊急 所以那時候 連麻都還來不及麻 醫生就開始畫刀了 我下次再問他是不是正教授 但是那個媽媽沒有亂叫 他說我忍著 其實我相信還是有麻一點點 只是稍微正靜一點點 因為來不及真正的麻醉 不過現在人跟以前不太一樣 我之前在桃園 我們其實在 剖腹生產的麻醉很特別 因為我們盡量使用 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意思的概念 就是這個麻醉 要不會穿過血液到寶寶身上 這樣才不會影響到寶寶 所以包含你的半身麻醉 都屬於局部麻醉的一種 那以前如果局部麻醉 我們盡量讓媽媽都希望保持清醒 我要看小孩 可是我來台北這兩年 完全打破我以前過去當醫生的習慣 對 就跟小柔一樣 緊張緊張 就是你要不要看小孩 快去快去 緊張呢 從開始麻醉就 我向小柔進去就說 我要緊張 然後他叫很大聲 然後一邊叫他一邊說 我沒關係不要理我 我不是黃小柔 我是黎明柔 我沒關係 就是還要冒充 但是這種 然後他都說讓我睡覺 我說可是你睡覺會不會 沒有辦法看到小朋友 幾乎在我現在的醫院 在台北這裡 十個有九個都說 請讓我睡著 請讓我睡著 不過好險待會麻醉科醫師會分享 我們麻醉科技術越來越好 我們現在真的就是全程讓他稍微睡著 但主要的麻醉還是半身麻醉 然後他讓他睡著 然後我叫他醒 1 2 3 掉 他就醒了 差不多應該是非常低劑量 然後就看看寶寶 他說好 這樣就可以了 他繼續讓我睡不要睡 那時候有醫生還問我說 小小小你來看一下寶寶 然後我醒來就 寶寶 然後他就說喊著可以睡 我說怎麼可能睡 然後我最近有一個病人就很有趣 他就說 陳醫師我上次在別家醫院 他說有讓我睡 可是完全睡不著 那而且我看到所有過程 我第一個想法是 你省油太虛嗎 你怎麼看到省油過程 原來他們那種麻醉的時候 我們上面不是五影針嗎 那個五影針太乾淨了 所以他幾乎透明反射 所以他全程看到 他說這一次一定要全程讓我睡著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完全滿足他的願望 真的從頭到尾都讓他睡 曾經發生過那個病人 也是跟我說那個某某醫生你沒幫我開刀 他說有啊我幫你開刀 亂講我看著那個助手在開的 好尷尬 那名醫師 他說你後來才進來 以前有的名醫都在面前 準備睡好 因為他說你後來才進來 出來的時候小姐你出來你才到 這可能比較早期 現在因為產婦爾意識越來越清楚 他基本上像我們常常進去 他都要看到醫生講講話才放心 那另外一個現在因為直播風盛行 很多人拍的過程 即使我們有些地方是不讓家族進去 他都要求我們醫護人員幫他全程 稍微直播一下下 要拍感人肺腹照 最近我們院就有一個叫做寶寶爬牆照 就是寶寶拍出來以後做一張 爬過去那個那個 就是他那前面我們是 有一個靈體 拍一張爬過去跟媽媽同一張照片 因為現在大家都自媒體 粉絲團要經營 都要做那種很短的 會不會太危險了 很想像 對啊 藥物的進步很多 那因為藥物非常的短效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到 一停藥病了馬上醒來 那在過程中我們就微調控制 那個適當的劑量這樣子 所以說大概都是 我們都客製化 就是說媽媽如果要睡覺 我們就讓他剖腹禪的時候 馬上睡著 那睡著以後 爸爸一出來再把他叫醒 那醒來我們就問他 如果害怕要不要一路睡到恢復室這樣子 那他如果有需要 就要一打 就是幾秒鐘的時間 他就睡著 我覺得麻醉師要很親切 真的很厲害 他要陪你聊天 要不然有的弄完就走掉了 對對對 真的要這樣子 那很重要耶 那對是非常重要 應該講說就是我的 我在麻醉的時候有遇到 就是有的麻醉師可能 因為我兩胎都是在大半夜 所以麻醉師來的時候都是睡 眼睛都那種 明明冒的這樣子過來 然後因為就是可能 有的就是戴口罩也戴一半 他可能沒有全戴這樣子 來的那個感覺就不是這麼親切 你就會覺得就會很緊張 他就跟你講說不要 來來來來來 不要想不要想 你也不用叫 你就是反正打下去 你就沒感覺了 所以那感覺你就會想說 是我打要不是你打 當然你看多 那如果還是會痛啊 所以我覺得麻醉師真的是 如果像你這麼帥我就覺得 真的 國麻這顆最重要的 其實是聲音 臉不重要 因為反正都是遮的 而且你倒著看 聲音很重要 沒錯 像我們有時候腦部開刀 有些病人他的腦瘤長在這個功能區 那我們也是需要說 讓病人中間醒來測試 這不可能醒著看 那以前的話就是從頭到尾 開腦還可以醒 開腦還可以醒 一定要醒 那這個已經是 基本上在我們醫院是常規的手術 所以 一般以前就是從頭到尾就醒著 所以那病人 就是聽到都非常害怕 那我們現在的話其實都是 如於麻醉的技術非常良好 所以我們都是 讓病人一開始先睡著 然後接下來就是 在頭骨打開以後 這感覺很厲害 這時候再讓病人醒過來做一些測試 其實病人一開始聽到 訴前的解釋都非常的緊張 但是事實上我們都會播放一些 我們之前病人的分享經驗 再來就是說 其實他局部麻醉麻得好的話 他是不會痛的 所以其實病人開刀的中間的時候 他覺得痛是痛哪裡痛 譬如說他擦尿管 或是他打那個血管的地方 他反而還會覺得 比開刀頭部的地方還要不舒服 那這個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很重要 是因為他有些腦瘤 他長在太接近那個功能去 所以如果你全身麻醉的時候 所以你一旦拿掉的時候 有可能會損傷 最重要就是語言 譬如說你開完刀不會講話 那其實這個就很可惜 所以我們就是 就是拿掉這個腫瘤的時候 中間的時候 一邊讓病人講話 那如果在拿的過程中 他完全沒有影響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保證 他這個功能是可以維持 就是手術算成功的 對 像我們有個案例 他是那個教英文的老師 然後他就剛好 他就逐漸他的教學 他就 所以這時候 教英文的這一件事 對他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克制了一些英文的問題 那他在訴訟就可以做測試 所以當他開完的時候 他就說 哇 我又會講某些單字 好體貼喔 對 這樣很好 還是說你開關一打 他會講西班牙文 報文 有沒有就很結果 對 出車禍都在西班牙文很厲害 我跟你講 對 這個的確是這樣 人腦有時候很神奇 不過那天前幾天 一個開刀 一產婦 開完了快醒的時候 他突然很流利的講好幾句英文 那我們想說 因為我們那邊有很多住國外在回來的 他醒過來我說 你剛剛最後講好幾句英文你知道 很流利而且也有點美國東岸槍 那我就問他說 你是從國外住過再回來 他說他從來沒有出過國 但他當然會講英文 我說你會突然講這個 他突然跟我說 喔 我跟你講 我去算過前世今生 他說 聽開真的美國東岸槍 那時候我們還在討論這個嗎 最後會不會讓你電視今生不見 是啊 你們以為我開玩笑 就好像我們電視一按 叫今天轉西班牙文還是英文 有可能 腦機傷到時候 語言多一種 可能就這樣重大 因為那時候講好流利喔 我們就 欸 之後再醒過來問他 這感覺就很像是 我們喝醉酒之後 英文變特別好 喔 對 像剛才那個陳明恩醫師講 那個其實是很神奇的事情 因為 他一直在講說 因為為什麼腦瘤要這樣子開 是因為 像我們很多導演你說 為什麼一定要 選擇那個讓你清醒開 為什麼不全身麻醉開 是因為這種東西 這種手術保留功能非常重要 我手術開到一半 結果後來手術結束了 結果你不能講話 或是你賴以為生 比如說你是一個數學 你是專門在教數學的 起來之後 你數學的功能全部都喪失了 你怎麼能睡 所以他們這種非常好 就是他在那邊開道的時候 他先讓你睡著 他腿瘤拿到一部分的時候 進到比較深的地方的時候 他就讓你醒過來 測試你一些功能 他確定他進了這條路 或是他拿掉的東西 不會影響到你的功能 那萬一受損了 萬一有一點受損 他就要停了 就要想辦法繞路啊 或是甚至可能就是 寧可要犧牲 比如說腿瘤不要完全拿乾淨 就撐下一點點 就是那個地方不能碰 他們主要的目的是這樣 可是我們在臨床上 有一些刀你們可能說 以前這些刀都是全身麻醉開的 為什麼要局部麻醉開 其實大部分是因為 被病人不適合麻醉 被逼我們被人 要把這個手術 轉成局部麻醉開 比如說像我們常聽到那個 散氣 有沒有我們現在其實 要嘛就半身 要嘛就全身麻醉開 可是也有人局部麻醉開 其實那時候就會很驚悚 以前就有個阿伯 他就是這樣子 他其實他那個 心臟功能跟肺部功能 都非常非常的差 因為他是一個老煙腔 所以他說 因為他這邊有一個 很大的散氣 他只要一走路 稍微動一下啪啦就跑出來 站起來就啪啦就跑出來 而且很難推著回去 因為他很大很難推著回去 所以他非常的不舒服 但他沒有完全卡住 看起來就是要開刀 不然影響他生活的機能了 他根本沒辦法下床走 因為一走就跑出來 一走就跑出來 可是那時候我們在評估他的時候 覺得他心臟功能 實在是太差了 如果一麻醉的話 可能為這個麻醉擦管 他為了要開個扇 可能就要住教育病房了 那怎麼辦 可是他又影響到他 我怎麼辦 我知道跟教育解釋說 我們可以考慮 去使用舉部麻醉的方法幫你開 但是就是要 可能要忍耐一下 就跟阿伯講好 就是你可能就是要忍耐 結果我們就進去開 就打了很多麻藥 打好開始開 開開開 阿伯開始也是很配合 可是那個舉部麻藥 到底不能夠完全 把他的痛感都消失掉 所以那時候開開開 我們扇氣其實他的原理就是 你肚子裡面有個洞 然後脹氣從裡面這樣跑出來 結果我們開開 看到那個洞的時候 正準備要幫他補起來的時候 阿伯就突然間激烈咳嗽 就一咳喔 噴死了 全部都要跑出來 全部都要跑出來 然後他一團就這樣跑出來 然後我們手就這樣壓著 因為這不壓著 那個小腸才很這樣子滑下去 你知道嗎 就手這樣撐著 然後等阿伯比較抗蕩 他比較好的時候 我們再慢慢一條一條 把它塞回去 結果塞到一半的時候 阿伯就開始咳嗽 我們趕快手這樣擋著 因為不然的話我剛才塞了 又要再補出來了 所以那個刀其實搞了半天 因為一直在塞膛子 所以好不容易塞回去的時候 趁阿伯不注意的時候 趕快啪啪啪就把洞子 我們有時候聽醫師講 都很簡單 輕鬆 對 真的在做這種真的是這樣 其實他有一些不適合麻醉的病人 那個病人也是一樣 他是中風的病人 所以他一天到晚就躺在床上 他整個人都是這樣駝背 整個人這樣捲在這邊 然後他說他也是一樣 因為他以前那個 年輕的時候有潰瘍 而且很嚴重 到老的時候 結果那個潰瘍整個變形 他沒辦法吃東西 因為他吃東西就擋在那個 他胃的地方 跟舌子腸交界的地方 完全擋住了 所以他一吃東西就吐 一吃東西就吐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不開刀大概也不行 一定要做一個繞道 因為那個地方就擋住了 你不可能不讓你吃東西 可是你又不能麻醉 怎麼麻醉 你這樣子怎麼麻醉 心肺功能根本就不行 人家裡面幫他打脊椎 我們就怎麼辦 我們就跟家族討論 舉不開 開肚子就這樣舉不開 那病人就這樣子 鋪上去的時候 他還是這樣子 所以他是等於有點坐起來 這樣背就很彎 他就整個看著我在開刀 那我們就開進去 其實阿伯還蠻幽默的 開進去的時候 剛開始還蠻痛的 讓我們麻藥打非常多 還要打一點馬菲的人 也有打一點給他 他一畫進去 他就會痛 他一打開就會痛 一痛的時候他就一咳 啪 因為腸子就那個 腸子又跑出來 他說 他還自己講 那那個是特例 不過後來也是因為他 他還是蠻配合 他後來一直忍耐 我說阿伯你可能要 盡量不要用力 因為你用力 那腸子一直跑出來 我很難弄 後來就是他比較抗鬧的時候 我們趕快只花了十幾分鐘 趕快把腸子這樣接上去 再趕快把它關起來 現在科技也有些進步 就是說有時候已經開發出 新的設備可以 在手術中就知道有沒有傷到 會不會傷到 比方說 我一個同學他就發明一個方法 現在國際上很出名的一個方法 就是 在開腳鑽線手術的時候 常常會傷到身帶 他就發明一個東西 可以偵測到說身帶在哪裡 那條神經在哪裡 叫 像這區開發一個東西說 不要等醒來才發現說 身帶有傷到 那包括現在有一種叫 雷娜森的機械手臂 他在開那個脊椎手術 他也是一樣 他們也是說這樣定位下去 傷到神電機率少很多很多 甲狀線那個東西 其實在我們現在已經有在用 只是滿貴的 那個其實就是因為 開甲狀線的時候 我們要綁很多的血管 有時候這個血管跟組織 跟神經是分不清 你根本不曉得你有沒有綁到 所以他告訴你說 你只要勾到 你只要要結斷任何一條的時候 你就拿那個機器有沒有 去逼一下 然後沒有逼就是代表沒有神經 你就放心的把它弄掉 好像拆炸彈一樣 有點像攝影線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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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現在還有一種更炫的 像我們常常在開那個 比如說我們在開胰臟 或在開一些癌症的細胞的時候 日本當然有一種刀 它開進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癌症 常常大家都知道說要開乾淨 可是有時候 你是開完刀整個開下來之後 你送病理報告的時候 人家還跟你講說 怎麼好像周圍好像還有一點點 你並沒有拿得非常乾淨 可是有時候你要多拿 又要犧牲很多正常的器官 那時候怎麼辦 日本人他們還有一種刀 他的刀會告訴你說 唉唷 可以了 這邊是乾淨的 你看到這邊就OK了 那現場就馬上告訴你 我們就是一定要做這個術中的監測 有時候是因為他這些功能 這些目前的神經監測 還是沒有辦法去完全偵測到 像剛剛講的說 有些開脊椎也是一樣 就是以前就是 我們目前這個神經監測 基本上都是常規的 一定會做監測 但是有一些更高等 或更細微的 有時候在術中的話 就是還是要做一些測試 譬如說像剛剛講 有些那個主張 他就需要做運算的功能 運算 譬如說他就是賺錢的 然後他就會發現說 最近他那個會計的時候 他在查證的時候 他都老是出錯 所以他後來就發現這個長腫瘤 所以他在術中的時候 他就要求一定要做這個運算的測試 讓他開完 就九九乘法嗎 四五 九九乘法太簡單 所以我們就是用平板 然後給他很多就是不決體 讓他去算 對 所以他從算錯一直到算對 那就剛好開完 你等於是腦袋是打開在那邊算是不是 對 他不知道啊 你聽不給他 你看他能不能算 你就知道有沒有傷到他的功能 所以這個有些特殊的狀況的時候 這樣的話是相對上是最直接的 最近如果有看韓劇那個Doctors 他們甚至就是在那個開腦房裡面射箭 對 可是那個實在是需要更大的空間 因為他就是一個射箭手嘛 對射箭手 他可不可以瞄準恐怖心 對 他有偏力 他傷到他的那個瞄準 對 像他們那個開腦的時候啊 其實病人在我們稍微的輕度震驚之下 其實他們沒有很恐怖 還算舒服 因為他也不用插管什麼 他就睡著 那局部麻醉打得差不多 那有點像我們以前人家說吃喉腦 他是一個桌子 但是布丹圍起來 其實病人他是在那個布丹之下 他也看不到 但是我覺得比較恐怖的是類似 就是要測神經 但是他是開那個 那他要插管 因為你整條脊椎要開到 不可能都靠局部麻醉要打下來 那他要全身麻醉插管 而且趴在那裡什麼都看不到 那脊椎側彎 他要把它拉直的時候 也是怕拉得太過的時候 會壓到一些神經 那以後 手或腳癱瘓 所以我們就要 在中間把它叫醒 但是他插著管趴在那邊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他就要玩烏龜烏龜翹 就是右手翹 練反應就對了 右手翹 右腳翹左腳翹 那確定都會動 然後再睡著再 結果手腳是能動 臉不能動 變中功 大家都知道現在做胃鏡的時候 有的時候可以用無痛胃鏡 大家就可以稍微睡著 這樣會不會不舒服 因為做胃鏡本身就是很恐怖的事情 可是我們之前就有一個就是學長 他是腸胃科自己是腸胃科的醫師 他去偏鄉支援 可是那邊就只有他一個腸胃科醫師 那壓力很大 所以他自己胃出血 所以他自己胃出血 那個出血量又非常多 那整個醫院裡面大概就是他 跟另外一個非常知淺的腸胃科住院醫師 那他這樣吐血又變血 這種狀況很危急啊 他就把那個學弟叫來 就跟他說 你等一下不好做胃鏡 我跟你講怎麼做 等一下我會醒著 我告訴你步驟 然後就先把步驟告訴他了以後 就直接讓學弟醒著 幫他做胃鏡 然後一邊指著那個螢幕 跟他就是比跟他講說一邊插得 像是下一條狀況 對 因為招胃鏡是不能講話 對 因為招胃鏡是不能講話 對 就可以想像說 他那個真的是很勇猛 那次做完之後 學弟也很爭氣的幫他把那個鞋止住了 這就成為家話 我們講說如果沒有止住 還家話 成為家話 我有一個學長拉著一個學弟 幫他自己結紮 對 幫他自己結紮 他自己舉步麻醉 自己打自己 真的喔 自己結紮喔 他自己加學弟兩個人幫自己結紮 我們這個還有 以前有一個密尿科的老前輩 他得到金索金賣曲張 他就知道他第一次他就是麻醉 他不想看 因為他這種刀 他已經不知道開了幾百天 他有一個得意的徒弟 他就請他徒弟幫他開 就開了兩次都沒有好 第三次他就決定半身麻醉 他就一直看著他的徒弟開 然後跟他說 那邊弄一下 那邊弄一下 這次就真的好了 所以你就覺得這病人很囉嗦 就中間開刀的時候 感覺很干擾 可是技術真的有差 其實有一些小秘訣 那個老師們 對啊 其實我們有一個手術 這個是沒有辦法 用現在的微創或什麼 去避免掉 就是如果有一個病人 墜樓 或者是遭受到很重大的車禍 他肚子被撞擊了以後 遭受到一個很大的瘡傷之後 我們可能會修補裡面的內出血 修完之後 其實所有肚子裡面的東西都是腫的 你是沒有辦法在那個第一時間 把整個肚子關起來 那如果關不起來的話 當然它就是一個開場破度的狀況 你不能讓它這樣子去加護病房 所以我們就會用鹽水袋 自製一個人工的附膜 你就想像它有點像是保鮮膜的增厚板 然後我們把它沿著肚子把它縫起來 然後縫起來之後 因為它要有一些被保濕 因為腸子 你說縫起來是像一個被子蓋在上面 但是是透明的肚子 肚子跟鹽水袋縫起來 你要把它攤開來把它縫起來 他這意思是說 它有一個袋子有沒有 你的肚子是開的 你的肚子是整個開的 腸子是在外面 腸子是在外面 然後上面幫你蓋一個布一樣 只那個布是一個袋子而已 不要你蓋起來 所以你去查房間 可以看到腸子還在裡面這樣主動 那接下來的幾天 因為你要保護那個腸子 你還必須保持它一定的溫度 有時候要澆點水 澆點水沒在乾掉 澆點水 給他一點身體中的澆水 要溫著水這樣 然後病人通常會插著管 他如果醒來的時候 他可以稍微跟你溝通 然後我記得 就有一個18歲的弟弟 他是跳樓輕生 可是他沒有死掉 他那時候就低頭看到自己這個肚子 他就哭了 後悔 對 有後悔 然後也害怕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撐過這一關 你不要再做這種事情了 因為我們都在綁 我想今天做那麼血淋淋 唯一有一個比較正面就是 真的 你看 當你沒死的時候 家人你自己看了 哪個後悔都來不及 千萬不要 因為我前陣子就是演舞台劇 然後演了一個腫瘤科醫師 我每天都在看腫瘤科 腫瘤的訊息就對了 後來公演結束之後呢 我臉上就長了一個腫瘤 對 然後我就很害怕 我之後變成玉琳哥 是會變大成那一種嗎 就不知道 然後就長一顆在這裡 然後會凸起來在這裡 對 然後我就去給醫生看 然後醫生就是直接就是 幫我用那個局部麻醉 可是因為真的很可怕 因為你局部麻醉 你躺在那個手術床上面 你就眼睜睜就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刀啊 然後就在那邊晃來晃去 然後你會聽到那個 剪刀然後再挖你的肉 然後再剪那個肉流 那個超可怕 因為不是還可以看到那個 手術台那個燈 其實都可以直接 看得到醫生在幹嘛 我自己其實是沒有看到 但是完全都知道在幹嘛 然後眼睛也不能閉著 是因為我去割雙眼皮的手術 這個手術是我真的不知道是這樣子 割雙眼皮不能麻醉 它就是像打牙齡一樣 它就是打在眼睛上面 那個針超級痛 然後打上去之後呢 因為它在一半的時候 它會叫你稍微眼睛往上抬 它要看你的肌肉 然後你的眼睛呢 是被兩個罩子罩住 罩在眼球上 眼球的表面 撐在眼球表面 所以你知道光影的晃動 醫生都會跟你講 然後還有兩個醫護人員 怕你會拉 會稍微握住你的手 他們是沒有綁住 但是就是有稍微握住你的手 怕你本能反應會想要掙脫 然後就一直在用 一直在用 然後弄弄的時候醫生就說 你看現在可以感覺 就是往上看一下天花板 然後我就往上 然後我心裡想說 我看不到你叫我往上看天花板幹嘛 但可怕的還不是這樣而已 可怕的醫生就說 因為要割 所以我們要燒一點點脂肪 然後我就說你要怎麼燒 然後他在事前他都 燒 用火燒 炙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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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就是脂肪就對了 然後在燒的時候 醫生說要燒囉 你只感覺到皮膚一直被這樣拉扯 就是裡面的肌肉是被拉扯 而且不斷的傳出BBQ的香味 然後就一直在圍繞著 然後醫生還很好笑 醫生說你又想吃肉了 又敢想吃肉了 幾分熟啊 我不知道 所以就很可怕 這樣整個過程下來 你全程都是醒著 然後就只有打這眼皮的麻醉症 是 麻醉雖然這麼好用 又止痛 又免除那個恐懼 又可以睡著 可是有些 真的救命的時候 有時候還真的不能用 像我們擦管 就是要擦那個氣管內管 那現在已經有所謂的快速擦管流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個是喉頭筋 就是讓病人要呼吸困難 呼吸衰竭 我們要擦管子 現在已經可以讓病人先睡著 不要經歷那個可怕的過程 可是有兩種情況還真的不能麻醉 譬如它是口腔癌 蛇癌 那有時候腸胎它會出血 它冒血 那冒血它會嗆到 它會呼吸困難 當它冒血的時候 現在焉焉一息 你如果把它麻醉昏倒了 它連呼吸都沒有 你連動在哪裡都看不到 我們常常在 遇血奮鬥 就看到哪邊冒泡泡的地方 那就是氣到出口的地方 從那邊要趕快擦管 但這個往往 這個病人還是清醒 它只是很呼吸困難 那另外一種情況是像 八仙層爆或火災 它吸到這種高溫農業 它整個頭都腫起來 這個時候你如果 要趕快擦管 你又怕它痛苦 讓它就麻醉睡著了 它不呼吸了 你真的還擦不進去 所以你就要硬把它那個 腫起來的氣到硬管去硬插進去 這個時候也是在清血的地方 這個時候才有辦法幫它處理 像類似這樣子狀況很不好 有時候它已經在懸崖邊 像譬如說它常會倒大出血 那要進去開刀止血 那我輸血輸得沒有它出得快 那只好趕快進去開刀 但是它已經在懸崖邊了 我一讓它舒服 它就掉下懸崖了 就再見了 所以說我也是有遇過說 病人我醒著擦完管以後 也不敢給它任何的止痛藥 因為它的生涯藥已經用到最高 那心跳一百六七十下 血壓只剩下三四十 我大概隨便給它一點 睡覺止痛的藥 它就他就醒過來了 馬克特斯講的這種 這我們在一般外車是很常遇到的 就是病人車禍或是打架鬥有沒有 打開說都幾乎血壓都六七十而已 其實這種病人根本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對 絕大多數他 上去的時候擦完管之後 我們那個優點也是用倒的 趴倒在肚子上 開始一開始開刀 因為他也不會痛了 他不會痛他也不會叫了 也沒辦法麻 因為一打下去 他記得 但是他本身有精神分裂症 所以我後來問他 他說他記得 我只是不太確定 到底是他亂講的 還是他真的記得 絕大多數血壓是 他講這樣之後為什麼 他找麻煩嗎 也不是他會跟人講說 你們怎樣幫我怎樣怎樣 他腦袋亂亂的嘛 自己可能很多故事 那醫師能盡量讓你減少痛苦 他一定是想辦法嘛 有的生命會危急 當然以生命為優先 對不對 來 泰倫聽聞手術台上見證人性 我想起一個15年前 有一個子宮內膜癌的病人 第三期莫 那現在莫也是跟他說 你還是有相當的機會會治癒 但他打了兩三次化療之後 我們就發現這個健保的藥 正好也是沒有效 那當時我就跟他說 有一個藥 健保可以幾乎在卵巢癌 但是幾乎在內膜癌的 沒有 沒有幾乎 可是很抱歉 就是變成要自費 他說大概多少錢 我說以你的狀況大概 大概不會超過三五十萬 他說我那麼多錢 我沒辦法付 我說不會吧 那如果困難我請社工幫你忙 社工問完跟我說 他說他不符合資格 他有房子 他自己還有房子 所以他說不行 我說那這樣你是不是 他後來發現他是個單親媽媽 新的藥打來一次以後 他跟我說 醫生我覺得這樣 我還是扶不起 是不是有什麼方法 我說這個 因為別的 這個藥現在看起來 應該是會有效的 比上次的腫癌指數金掉下來了 他說我在想 我這樣你確定打幾次就會好嗎 我說我這個不能打包票的 那他說我想說 不然我把我的錢 留給我的孩子 他現在才讀高中而已 我們母子相依為命 我說你現在才48歲 你就放棄了 他說 我說太恐怖了 我再找社工來一次 社工說我真的沒辦法 我說你找社會局看看 社會局說 一樣不符合資格 他就是有房子 我說 就沒有房子 他說不行 房子賣了以後 我孩子怎麼辦 他就一直那個 擔心兒子 對 後來過了一年去世 我就說 還不到50歲 這種人性的那種思考 有時候違反到我們 一般常理的判斷 在醫院有時候就會碰到 那只能說他母愛啊 他是母愛 對 但這種人性可能 比較好的一面就是母愛 有些是倒過來搶財產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就想要說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一直的 不醫治 其實常常有些潛在的因素 要去探討 不是那麼容易 有個病人他也是這樣 他40幾歲他就逼肝 他來的時候其實蠻後期的 他雖然剛開始治療的反應 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我一直跟他講說 你這個隨時都會爆發 我說你要預防你的癌症 不要再復發 你一定要好好的休息 特別是肝臟 你除了我 定期要來追蹤做檢查之外 你一定要好好的休息 他真的很聽話 他每次三個月 他一定準時來 從來沒有遲到也從來沒有說 有預約沒有來的 都很乖 可是他唯一不聽我的話就是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這麼累 就是每次來看你都這麼累 他說他要上班 白天建一份工 晚上也建一份工 我說我不是有跟你講過 你的肝臟一定要好好保養嗎 你不保養的話這樣很容易 肝臟的功能 每一年一掉下來 你肝也非常容易復發 再復發就可能不是 像上次運氣這麼好 可以控制得很好 他說他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他說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走 可是我還有老婆跟小孩 我小孩才三歲 對啊 他說他一定要趁他還活著 還可以動的時候有沒有 多留一點錢 給他的老婆跟小孩 對啊 所以這種你要怎麼勸他 你叫他不要去做事嗎 對啊 這怎麼辦 其實這種故事 其實在社會的很多角落 其實都在發生 我之前 我在年輕住院醫師時代 我記得很清楚 那個還個案討論 雙胞胎 很不容易懷孕的 那一男一女 那他老公是 那因為那六個月左右 就入院安胎 安了快兩個月 安到三十一二週 其實那時候 每次討論這個個案 就很麻煩 因為他已經 安胎藥用到頂級了 那時候沒有更好的安胎藥 現在有些新的安胎藥 那用到頂級 後來真的沒辦法 而且他最後是怎樣 這個安胎藥 其實所有的安胎藥 都會有一點風險 跟副作用 他後來 懷孕就併發心肌炎 這個死亡率非常高 所以當下沒有辦法 趕快緊急小朋友出來 那要救的時候 婆婆交代一句話 因為他們家三代單船 一定要保留男生 結果這個媽媽心肌炎 開完刀以後 後來在家務病房 躺了快一個月 因為那時候還是葉克膜 剛開始出來 還裝了葉克膜 差點要用心臟移植 才救回來 運氣很好 後來救回來 那我要講這個兩個小朋友故事 結果小男生一生出來 他是一個 我們叫Veter syndrome Veter syndrome就是 他的肌椎半條 我們肌椎一整條 可是我們肌椎 是兩個肌椎湊在一起 所以他有半邊肌椎 還是一條 但是半邊 這種半邊肌椎衍生出來 他的股臟有問題 他的股臟有問題 他的心臟有問題 所以就是很 一連串的異常 還有更嚴重 他下半隻從頭沒長 他只長到膝蓋左右 這時候怎麼辦 婆婆要男生 可是一看到這麼異常 婆婆說 我們家沒有這種異常的小孩 所以這個小朋友 後來還是給國外的人領養 其實在我們那時候 我們生很多都有異常 其實國外 我不是說國外人有愛心 而是說 也許他有宗教的一個支持 我們很多異常的小朋友 最後都是國外 國外領養走 現在國內慢慢也有一些 願意這樣領養的一個小朋友 那小女生 據說也沒有特別得到愛 但是這個太太呢 一個多月以後 才離開交互病房 才回過來 據說啦 因為這不是我的案子 三四個月以後 回診的時候 主事醫師還問一下 然後 但你知道他其實是心臟才剛恢復 這個我們是覺得很恐怖 這下一胎還是非常危險 我碰過一例比較有趣 就是說 他在五個月的時候 被我們發現說這個是 他們立刻問說 醫生男的還是女的 我說醫生是男的 你有沒有看到嗎 不是 我說這個小孩子 我說 因為我看他這麼緊張 我就說小孩子 來我們看一下 那我就故意考上說 那如果男女有什麼差 那個婆婆就跳出來說 有有有 如果男的就生女的不要生 我說蛤 女的你要墮胎 現在五個月了 他說 不是那個 聽說六個月之內都可以墮胎嗎 我說 哇你會不會太狠了一點 他說 我說這個出來可以手術啊 他說 不不你幫我看 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 後來還好看的是男的 我說是男的 他說好不好 那就懷孕下去了 真的是一二十年前 真的是太多的那個中男性 如果我那個時候 你如果抱錯性別 會不會被告 不會啦 他們知道是男的 就是 不好意思他手指發 你說這一例是不是 對啊 這一例就很小心 他講男的就生出來是女的 他跟一生比戰 這一例真的要小心 因為他堅持說 如果女的他不生 不是 那個小孩子 拜託 不過至於到現在 趙英國這麼進步 還是有極限 少一根手指頭的 吐唇或器官 硬要在產前要求百分之百 也是不可能的 對 尤其講實話雙胞胎真的難 雙胞胎以前我們自己在照 就是 這邊散過去散過去 其實雙胞胎的一些小異常 那就是產檢就是要跟他計時已高 對不對 大概是必須要 不過我再分享一個 聽起來都好像蠻負面的故事 我其實還是分享另外一個 跟我們最近才發生的有關係 我們最近也有一個是 媽媽其實本來是B型肝炎 我們B型肝炎有單陽性跟雙陽性 雙陽性其實它感染率會很高 那以往這種感染性 我們都注意到寶寶 不要被垂直傳染就好 媽媽待追蹤就可以 可是媽媽後來在生產的 入院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其實比較黃一點點怪怪的 結果一生完呢 我們一抽血 肝工人其實跳得很高 肝工人跳得很高呢 後來我們就很快轉到 更大的醫學中心去 因為我們很擔心會變一個 惡性的 我們叫 結果很不幸的 後來真的是變得肝炎很嚴重 甚至很 肝工人我們很快就覺得 應該可能要啟動 最後沒有辦法要肝醫子 我們那時候想說 哇在台灣要等肝醫子 不知道等到民國幾年 應該不太好 結果兩天以後 不到兩天就聽到了 他先生 好感人 我那時候覺得太尊敬他先生了 因為就這樣子 因為他先生講了一句話 我太太為了我的小孩 對我們全家付出這樣的代價 我對肝算什麼 哇真男人 故事到這邊 大家都覺得 捐完肝應該會好了 結果小孩是沒有醒過來 不是大人還是不醒過來 後來再兩個多禮拜支持不住還是過世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 聽起來是一個悲劇 可是他的全家的支持性就非常好 因為他們小朋友在我們那邊 我們就寫著小朋友 因為媽媽在照顧這些事情沒有辦法 那這個每次來父母親的那一邊 就是雙方的阿公阿嬤外婆外婆全部都來 甚至那一天後世處理完他們來報 我覺得他們還是有一種很peaceful的感覺 雖然這樣發生不幸 可是我感受到那種愛的關懷你知道 而且我覺得這小朋友我還特別說 以後你有任何需要這個貝貝這邊 或者我們一部都會照顧你 其實我就感覺那個小朋友 他母親雖然不在 但是他一輩子會照顧著他 所以這是很正面的 我都告訴人家 其實你就要做正面的事情 小朋友一定會接受到你的所有的愛 不會跟寶恩哥完全相反的 他也是一樣 他也是跟上 我們盡量講正面 不要講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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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回答回來了 不是 我們要講一個正面 因為那個真的是 其實現在換乾的基礎 換乾的基礎現在很進步 所以活體換乾的其實很多 因為在台灣你要等濕乾 真的很難 因為現在很多人 像我們現在遇到幾個肝臟衰竭的病人 其實我們就是問他小孩子 要不要捐乾給他 其實那個人他是一個爸爸 他因為B型肝炎 因為猛爆性肝炎之後 他肝炎 就可能肝炎一直不回來 跟寶恩哥一樣 就B型肝炎猛爆之後 他就一直不回來 我們就跟他說你可能需要換乾 你的小孩子 不然就 我看他有五個小孩 三個男的兩個女的 我們就通知他們說 跟媽媽講說 那就通知小孩一回來 我們跟他們講一講看 大家起來進行篩選 看哪一個是符合 可以捐乾給爸爸的 就請他來捐乾 我們就約了一天 就來了之後來一個女兒 三個兒子 立冠立的女兒都沒有來 對啊 所以生女兒比較好啊 對啊 都沒有意願要捐乾給他爸爸 我們遇過一個類似的 他是家屬 連同一叔都不願意來簽 所以我們就是有點想 他 他目的為何呢 他是一個 本身他有一點精神狀況的 可能常常就給他兄弟姐妹 出難題嘛 就他是一個問題的 他那天腸子好像破裂了 那要緊急開刀 那拖越久 整個肚子越爛越髒嘛 那他的那個哥哥 其實也不是完全不來 但是他已經對這個弟弟很厭煩的 就是常常為了他這樣跑 那弟弟本身是有一個同居人 那但是 照目前的法律 那個同居人 沒辦法幫他簽名 那弟弟人已經也不太清楚了 那哥哥其實也就剛離開醫院 他說他走到捷運站 那我說那你走回來十分鐘幫他簽個名 他說他不要 他今天要回去了這樣子 我說他這個刀不開再放著 很有可能就會死 他說那這是他的命 他也不要回來 分享給我也是有點那種 我覺得家族悲劇 就有一個女企業家 她那個時候是來 來我們醫院的原因是因為 她整形了以後好像有一些病發症 所以她來的時候其實狀況就很差 就昏迷了 那我們後來知道她的背景是 她好像蠻年輕的時候 就是她小孩子大概十幾歲的時候 就跟她的前夫離婚了 然後後來她有改嫁給一個日本人 然後那個日本老公真的好深情喔 她那個 她送進來了以後 不但每天會客時間 都是日本老公一個人喔 就會來看她之外 她有錄自己跟她講話的那個錄音帶 她唱歌給她聽 那我們半夜的時候 大概值班的時候 大家就會聽到她先生很溫柔的聲音 在唱歌給她聽 放在她那個床邊這樣 那真的是對她很好 那我從來沒有看過她的小孩來過 然後到之後大概住了一個 多月兩個月最後終於宣布病危 沒有辦法救起來以後 她的小孩出現了 小孩還不少哥喔 然後我知道這女系列家 好像身價還不錯 所以她那些小孩來了 然後那個日本老公也來了 那第一句那小孩 好像裡面的老大大女兒 就指著那個日本老公說 她就是為了你去整形 所以還弄很今天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陣小朋友的怒罵 然後也不是小朋友 那已經是成人了 她的小孩的怒罵 那我們在旁邊看了以後 就覺得說有點看不懂 那你家屬整個過程 你都沒有來都是那個日本老公來 為什麼到最後這些家屬出現 後來我們是親資深護理師 跟我們傳達說 可能是增加層上面的問題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 他們合起來 把這個日本老公趕走 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我們在醫院那麼久 好像有人性的善良面 可是當然也有黑暗面 我有一次還被 當了二十年醫師 還被 因為我們剛才講了 急救要插管 插管如果他有活動起來 我們要先把他移除 那移除了之後 這個插管都才能進行 有一次後來 家屬質疑說 他家屬怎麼不見了 我說有啊 我們交給一位家屬 可是他們這樣 我們不會認得出來 是交給什麼老大老大老三 後來家屬非常堅持 他說那個東西不見了 一定要找回來 一定要找出來 我們一開始搞不清楚 為什麼 是假牙 因為當他插管 治療久一點 牙癮會萎縮 原來普通日假牙 其實也不適用 大概就要重配 後來搞了一半 原來他真的 上面有金牙 他質疑我為了插管 把那個東西 以後來去變賣 還好後來現在監視器很發達 等一下 以前的牙齒真的用黃金這樣嗎 上面那個牙齒本身有 黃金的 他那個硬度夠 他比較不會變形 就是他假牙本身 那個基座是塑膠 已經想前想 那是純金嗎 有幾K嘛 想前想 對 那有時候也會在加護病房 看到有一些老人家 會戴戒指 他的戒指可能一戴幾十年了 可是他重病的時候 營養不好 他手會腫起來 那我們有好幾次案例 就是看到很多家屬 只要會客時間 就他借肥皂水 這邊硬拔 所以戒指要拔 除非像開刀房 因為他要電燒 他就非拔不可 對 不然如果交病房 他又沒有卡住 沒有去傷害到神經 就擺著就好了 他硬要拔 那他就是沒有看我的FB 拔這個很簡單 要一點點 有條線 對 我的FB 可以 這有時候為了這些財務 其實 不要再鼓勵人 我碰過那個病人 那個病院去放在子宮內 放了到庭經了 要拿不出來 然後也沒有線 結果 當年二三十年 那時候有一種叫子宮環 結果我說沒有關係 這沒拿出來結果沒有關係 他說醫生那 不是聽說有那個銀座的 還是什麼東西 我說還金座的 他說 子女的意思是說 如果 我說不然如果這樣的話 你以後 我說不然的話 我們就要進去開大碗麻醉 他又不要啊 我說麻醉一下 我們可以把它勾出來 真的我們缺不錢缺 兩千塊 真的 這個生理史別 在日常生活當中 不斷的上 尤其醫院看了更多 希望透過醫師訴說的故事 讓大家更珍惜周遭的人 事物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生 謝謝 謝謝 很多人有痔瘡的影集 其實如果只是輕微出血 或有一點點膨脹或異物感 都可以藉由調整飲食和排便 而得到改善 每天早晨起床 喝一杯室溫涼開水 幫助腸胃乳動 刺激排便 到了下午 吃一根熟香蕉 配優酪乳當點心 讓香蕉中的果果糖 和優酪乳中的益生菌 相輔相成 讓腸道更健康 排便更順暢 甚至預防痔瘡變大 現在人普遍運動不夠 而且這些蔬菜水果 這些高纖維的食物 常常也不夠 但也容易造成便秘的現象 甚至因為嚴重的長腳痛 還要來掛急診 那我們介紹一個簡單的 對DIY的一個活動 我們可以趴在床上 大腿往後伸直伸展 上半身可以把它挺起來 從大腿臀部到上半身 可以像眼鏡蛇一樣 處於一個伸展狀態 這時候對脊椎有一個伸展效果 對腸胃有一個按摩效果 觀眾們可以試試看喔